哈喽,大家好 这种植物大家有认识吧 一粒一粒的 我们这边叫它胡椒 给大家认识一下它的叶子 大家认识一下,这就是它的叶子 滑面的 还有背部 这是它背部的纹路 这就是胡椒 胡椒常用于烧烤啊,那个胡椒粉啊 就是这种胡椒 这是一种还没有成熟的胡椒 它成熟的时候就变成了红色了 有点翻红翻红的 这一粒 还蛮多的 一串串 是 只要我们这边就能种植 你们大家有这种东西啊 昨天已经过去所有的上心了 一串串 长得非常多 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为难 这一串还特别的小 还有它的苗藤 苗藤是这样子的 一节一节的,每一节都长出根部 它是喜欢攀爬在其他物体或者植物的身上上涨 一直往上涨 下面说一下它的功效 它的功效就是 补味 对外差的非常好 胡椒 炖猪肚 最好就是炖猪肚 速度加汁就可以 炖汤后 它的味道好不 又开胃 还不可以 胡椒在你们家乡 它有没有 其他的功效啊 了解的网友们 李沐沙帮留言一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擦一下 忘了回首 忘了说 在眼前 在眼前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